中央任命警務署副署長盧偉聰 接替曾偉雄成為新一任的警務署署署長 盧偉聰表示 每一任署署長的處事作風都不同 他和曾偉雄的目標一致 就是維持本港良好治安 他強調會維持警隊政治中立 上任之後會加強警民溝通 簡學棋報道 曾次長 過去大一隻大一隻大一隻 握過手後 盧偉聰正式接替卸任的曾偉雄 同成為新一哥 盧偉聰坦然 過去較少機會與公眾見面 大家對他的形象較模糊 日後會加強與市民溝通 每一個警務署長所面對的困難都不同 他個人的風格都會有不同 但我相信我上任 我不會與曾sir太大分別 我們只是秉住政治中立 公平公正 不偏不倚的態度去辦事 至於有些行動 有些誤會 我希望在日後 我會加強與市民的溝通 向他們多些解釋我們的理念 多些解釋我們每一個行動後面的決定 我們的原因為何要這樣做 七名警員涉嫌襲擊曾建超的案件 挪偉聰說警方已經完成調查 交給律政司決定是否檢控 我可以請市民放心 我們警隊辦事 正如剛才我說的 是以一個公平公正 不偏不倚的態度去做 無論他是甚麼背景 他是有錢的人 或者他是普通市民 甚至是我們內部的同事 如果他真的有違法的行為 我們一樣是公平公正地處理 絕對不會偏私 無線電視和港台記者遇襲案 挪偉聰說警方會再調查 被問到認人手續是否容許 疑犯戴育帽和口罩 他說疑犯有權地要求 做這個認人手續的總督察 他就會根據現場的要求 是否合理 如果是合理的話 他們也要遵從這個權利 如果不是的話 最後去到法院審訊的時候 一旦被捕人提出抗辯 說我們以一個不公平的認人手續 我們可能會令到案件會輸 對於曾偉紅曾經說過 警隊要道歉是天荒夜譚 羅偉聰武說一定不會道歉 只是說要視乎每件事的 細節和性質而定 NOW TV記者簡學器報導 就算不明 他們可以讓他好好考慮